欢迎邻居回到环宇全世界 在这个礼拜我们要关注的国际焦点人物呢 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丁 好 普丁最近呢 这个是频频的要上国际的版面 不管是谈到了乌冬的局势 或在印代地区南海的发展呢 都可以听到他对于这些国际趋势的看法 那普丁呢 是现年69岁 他出生在列宁格勒 那现在曾经担任过俄罗斯的第三 第四 五 第五 第七 第八届的总统 而在去年呢 俄罗斯呢 签署了一项宪法修正案 所以呢 普丁可以再竞选两任的总统 有人就说呢 普丁到时候现任总统的时候 大概就是83或84岁了 最近为什么说他动作频频 10月13号他提到了台海议题 他说中国大陆呢 不会诉诸武力 来解决台湾局势的问题 那12月1号跟3号这一段期间 那首度呢 也让俄罗斯参与了东协的军演 12月7号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普拜会 那特别要求美国要想办法 来这个排除北约东扩的问题 所以先请教我们今天的四位来宾 如果提到了普丁 您会用哪一个形容词 或者是哪一句话来形容 在您心目当中印象的普丁 好 我们先来看 郭委员的是再起 委员解释一下好吗 不 因为从哥巴齐乌到约尔卿嘛 那大概 哥巴齐乌是瓦解了苏联帝国啦 那约尔卿把俄罗斯搞得一团乱 那他的人均所呢曾经被约尔卿搞到只剩下不到2000块每月 那普京执政这20年就是复兴啊 复兴俄罗斯的整整体的国力 然后复兴他在整个国际社会的角色 所以我说他是再起 再起 哇 这个好有气势啊 来看看其他三位的 好 大使写准 然后张教授是写果断力 罗斯是写危险 来先看危险是哪里 美国知道 所以我们不知道危险在哪里 我的意思是说他有这么好的成绩了 面对美国在乌格兰这件事情 好像美国不能做什么 这个好像我们都同意了 工具只有这个制裁而已 然后他连任成功 修现他可以再次连任几次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危险是在哪里 但是不能排除有危险 是内部或外部或经济或其他的因素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不能一机制有这么好的事情会发生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 负面的事情会在他手上会发生 所以你觉得他危险是因为你觉得 他让外界琢磨不定是不是 太多好事情啊 哪有一机制会有好事情发生啊 对不对 而且毕竟他这张20年一直有好事情 一直一直有一直有 但是什么时候会有 负面或坏事情会发生了 我们不能排除啊 对所以你看他2024年卸任这一任嘛 但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 他那个修正过的这个法之后呢 他可以再连任两次 其实第六届实际上也是他 也是他 他当总理 对对对对 就是人家说背后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普丁嘛 所以其实他有可能会打破以前史达林29年执政的这个记录啦 为什么他采取什么样一个做法 对他有利的时期呢 他要采取什么做法 我认为他是一个 我们中国一句古话就是 甚至实则也 他实啊他是看时机的 他的时机都抓得很准 然后看到那个时机呢 他的出手也很准 然后呢 所以他今天能够 可以说国际政坛上他是一个藏心术 那么在他主政下的俄罗斯是从一个非常残败的一个情况之下 走到今天 又要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然后呢 他抓到目前的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 一个矛盾的点 他在那个矛盾中间找到自己一个角色 然后扮演适合俄罗斯扮演的角色 所以我认为他要形容普丁这个人 我认为就是一个准 这个应该跟他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能 我们不知道这个准才能委屈多久 这个只要 永远吗 不可能 只要他存在的话 就表示他还是准的 那那Ross那个危险 有中国哲学在里面 就是居安思维 那也就是说 这种哲学很危险 就是说你会 抓不到任何证据的时候 你就说人家是种族灭绝 那这个就是这种 这种 这种逻辑的危险性 那我觉得 只要他能够再一天 那么就表示呢 他还是一个很准确的一个总统 就是比较冷静 不太会冒进 对 应该是说 他出手准 出手 看得准 快很准 看得准 他有出手 对 他看 我说他多方面的 看得准 然后呢 估算得准 出手也很准 这个跟张老师刚刚提到 果断力是有关的 让我们看一下 果断力 就是果断力 也是跟大使分析差不多 最新的 比如说他就等于是 不管2014 他这个 并吞克里米亚 对 这是超 不管是从历史战略来讲 非常非常严重 但是没有事 我只会很简单的例子 那我最新的 他对这个乌克兰的案子的话 他现在这个大兵 这个重兵押近 对 超过10万 大家都知道 其实他目的 他不一定会打 那我觉得 还有一个讯息 就是因为北约 一直讲到北约 对不对 北约跟这个俄罗斯 原来他是有对话的 这几年 川普上来停掉了 那现在的话 看讯息出来 我看一些欧洲智库的分析 应该显然 欧盟也会同意 或是美国 一定会同意 再重启这个 俄罗斯跟北约的对话 因为他已经中断了 他原来有一个 俄罗斯跟北约的理事会 我觉得他可能 他其实我觉得就是 这些动作 都是谈判的这种筹码 我觉得他就是很 这些果断力就很准 没有什么 这种精准是不是 跟他出生于这个 国安背景也有关系 因为这个必须要 非常的准确 能够去判定 对 也比较敏锐 我相信他 他出手叙利亚也很准 他最近在出手印度也很准 我想刚刚的几位也提到 克里米亚那个事情 是他在出手之前 他一定先经过 非常缜密的研判过了 表示这个影响性 都评估好了以后 才决定出手的 更令人例外 他那个桥 整个的连结桥 很快就建起来了 很快 像这种都是 有备而来的 很难想象 对 不过这个现在 大家也在关注是 俄罗斯在普丁的 这个领导下 未来在印太地区 会扮演的角色 委员您的观察是 我觉得他是多方面的 第一个当然是跟 中国进入空前良好的状态 可是他也没有 跟中国就是建立同盟 没有 他大概也会跟日本 还有韩国做人员外交 他也在多方 多方对 因为他天然气管 也在跟韩国 日本在商量 那个越南 他本来就有一些 过去的关系 我认为越南未来 虽然跟美国交好 也会跟俄罗斯继续交好 缅甸也继续在买俄国的武器 因为他也不愿意太依赖中国 那印度 印度也希望在美国跟俄罗斯 左右逢源 所以我觉得他是多方布局 基本上未来 你可以看到跟中国开始做 空军跟海军的联合演习 那这也是对日本做一定的压力 所以他真的是多方出手 都有一些行动 但是罗斯 有一点值得观察 是说普丁之前在2000年的时候 曾经他是主张是要加入北约的 那后来呢 从要加入北约到 对于北约有一些敌意 这中间的变化 你的观察是什么 虽然他有这个情报的背景 但是当初他是 算是很意外 就突然升任这个总统 所以当初他讲什么 我也是觉得有一些是 或者一些议题 他当初可能也没有 对自己也没有信息 所以会讲那些话 但是后来 他的位置控股之后 他就慢慢或很快 变得这么强硬 所以虽然那个时候 有讲这句话 但是很快就转变了 当然是以个人的利益为主 那接下来是国家的利益 但是其次是国家的利益 但是他还是以个人的利益 但是我相信他当初也没有 我虽然解答是说 他对很多事情是很准的 但是当初也不可能他知道邀请会很突然下台了 当然 对 所以那个时候讲很多话可能是因为他要恐怖他 面对美国或面对欧盟西欧国家北约会讲一些很漂亮的话 我相信是当初对自己也没有很大的信心而已 也可以看到最近这个普丁他 我们刚才讲说他最近在国际上的这个动作频频 像是在日前才跟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举行了两国的这个高峰会 那印度的快报有一个评论是说 俄罗斯跟印度双方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是因为互相需要 所以呢印度也必须要赶快的改善 印度跟美国关系加温 然后呢印度跟俄罗斯关系降温 所以呢赶快要赶快跟这个普丁来做这个见面 所以双方在所谓的这个合作交流上面 希望能够发挥的这个影响力 普丁能够在这个地方发挥影响力是什么 我想请大使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俄罗斯跟这个跟这个印度的关系 不是线今天开始 他冷战时期就非常的密切 那这个两个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战略利益 那对两个国家来讲都是远交进攻 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中间有很多 共同的利益也有些共同的敌人 所以他们这个两个关系 在冷战时期就非常密切 到今天为止 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还是俄罗斯 然后呢第二名是法国 美国还在第四 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久远的 现在就是说 印度也急于要向俄罗斯去证明说 我跟美国人交平了 不会输入 那么事实上俄罗斯是希望 另外还有一点 在那边 在那边